如果有疫情的时候 这里一定会被开发单 为什么 因为它底下可能会有解决 台北市环保局人员仔细说明 这一片绿让蓝的造景墙面 可能隐藏着支撑员 由于梅雨季节来临 雨后容易产生积水容器 成为病霉文支撑员 加上疫情解封出国潮涌现 登革乐境外移入病例 也增加本土性登革乐疫情发生的风险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 在全市12个行政区同步举办 台北市支撑员清除日 呼吁民众加强检视住家盆栽 容器及周边环境 及时清除积水 去年还没开放的时候 就没有登革乐 那今年一开放的话 现在已经有五个案例了 都是境外境内是没有 所以有这个境外移入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赶快 把这个我们自己台北 这边这些可能会积水容器 会支撑员的话我们就要清除 以防它回来之后被钉到 钉到以后 然后又把蚊子又钉到别人 然后就会感染到本土 在这个下雨的时候 假如真的有积水容器的话 也恰有积水嘛 趁这个机会把它移除掉的话 就减少这些支撑员 那我是要强调 喷尿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一定要把那个 会这个给蚊子残暖 变绝解 然后变蚊子这种支撑员 把它移除掉 才是最好的策略 信义信义 有情有义 松光松光 信义知光 蚊子使光光 配合全市支撑员清除日 信义区公所方面 也号召各里 民众及环保义工队进行试试 除了组队进行环境巡检 也透过环保局专业说明 与教育训练 让民众更加了解 如何减少支撑员的产生 今天这样一个试试大会 以及刚刚的教育训练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学到非常的多 那尤其各里 刚刚也听到我们环保局说 会到我们各里来 开办各样的课程 然后教导我们的里民 特别是我们现在 大家很多地方都在推广 这个田园城市 我相信这个支撑员的 清除这一块 现在显得更加的重要 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里民 以及里长 其实都很有这样子的概念 那借由这样子的课程 还有我们日常的巡查 我相信可以很有效的 来减少这些支撑员 身兼台北市新义区 环保义工中队长的 山里里里长翁信力表示 最近因为天气逐渐炎热 加上雨季的关系 蚊虫的确有增加的情况 因此除了呼吁环保局多喷药消毒 也会挨家挨户提醒里民 清除积水容器 就是挨家挨户去劝导 看到有装容器的 我们就按电影 请他们出来 现场马上就处理掉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方面表示 环保局针对全市 456个里的喷药消毒工作 从5月起 每里提升为每两个月喷药一次 不过防治登革了 还是应该以知青为主 喷药消毒为辅 呼吁民众落实居家环境清洁 和自我保护措施 才能有效防范 登革了疫情的威胁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